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里巴巴的收入增长了42% 太厉害了 那么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超过212亿人民币 超过了30亿美元 同比增长145% 大家想想阿里巴巴的股东多么的幸福 利润增长这么高 那么净利润按照相应的快捷准则算下来也超过309亿 同比增长54% 大家想想 你说一个企业 这一个季度报表收入1100多个亿 利润300多个亿 增长50%以上 你说阿里巴巴多赚钱呢 那么大家想看 阿里巴巴怎么赚的钱呢 这个报表显示 在最新的财度里 天猫的食物支付同比增长了34% 所以天猫为阿里巴巴做了重要贡献 超过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食物商品 网上零售额上半年全国的增速 因为全国增速是21% 天猫是34% 而天猫618在其中做出的贡献是最大的 阿里方面表示了 说你看天猫这个618 它食物支付的同比增长达到38% 成交额过亿的品牌超过120个 这是天猫618亿元俱乐部品牌数量首次突破120架 所以你能赶上天猫这一波 有120个品牌成交额超过一个亿 当然我们也知道 现在在网络时代 这个线上流量的红利已经逐渐消失了 如何获得更多的流量 这是很多企业关注的焦点 当前 而且还有一个现象 这个品牌消费 从所谓的一二线城市再向三四线机以下地区渗透 阿里巴巴正在做这个转型 而且我们看到 整个淘宝天猫的营销平台都在不断的进行整合 都在进行下沉 在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 此外呢 除了淘宝天猫之外的其他业务也是不错的 像这个云计算业务 营收入也达到了77.87亿 这个菜鸟网络本季度的收入也同比增长50% 达到了50.05亿 所以大家看到 你这么能挣钱 还持续发展 那阿里巴巴就是被市场看好的嘛 截止到8月份 我注意到了阿里巴巴的股价 在美国市场已经上升到每股170美元 大家想想 2014年阿里巴巴上市支出 股价才60多 这已经翻了多少 翻了将近三倍了 所以阿里巴巴的股东太幸福了 你这个股价现在上升 然后利润还这么高还能分红 是吧 你多多幸福